今天最大的反转来了,正当俄罗斯在乌克兰攻城巴寨,所向披靡,即将将顿巴斯收入囊中之时,西方国家联手土耳其,突然给了俄罗斯当头一报。 当初坚决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土耳其变脸了,突然又同意两国加入北约了。 而没有了土耳其这个拦路虎的反对,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前途,突然变得一片光明起来。 要知道俄罗斯之所以打响乌克兰之战,就是因为反对北约东扩,而如今乌克兰之战还未结束。 美国就抛出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两颗重磅炸弹,不得不说,这是北约在针对俄罗斯一次重大胜利。 恐怕觉得三十个国家还不足以对抗俄罗斯,美国和北约继续发展队伍,希望总有一天能够指望一用而上扳倒俄罗斯。 很多人不禁好奇,之前土耳其态度坚决地反对,为什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,突然有态度急转,又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了呢?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 有句话叫做狗中哈士奇,国中土耳其。 土耳其之所以反对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,根本不是替俄罗斯伸张正义,而是为自己增加好处和筹码罢了。 如今借助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的问题,从北约和芬兰,瑞典捞取到了自己想要的好处。 土耳其肯定就放心了,所以土耳其的变脸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 但从土耳其和瑞典芬兰等国家的纷争,也能看得出来看似贴板一块的北约,其实是各怀鬼胎而组合到一起的怪胎组织罢了。 说到土耳其的这次突然变脸,像当初中国购买乌克兰的瓦良格号半成品航母, 酒论是在土耳其的海峡,被土耳其扣了一年多,还狮子大开口向我们索要了十多亿美元。 差点是我们的航母梦断土耳其海峡。 当年买中国红旗酒导弹,最后又撕毁订单的还是这个土耳其,之所以这样忽悠我们。 就是想利用红旗酒当作和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。 所以无力不起早又有着帝国勃勃野心的土耳其,做出什么决定也都不足为奇了。 无庸置疑,土耳其临阵倒戈,统一瑞典和芬兰两国加入北约,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取得的一大胜利。 让在乌克兰前线狼狈不堪的美国和北约扳回一局,又给濒临死亡的北约打了一剂强星剂。 面对土耳其突然倒戈,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畅向西方的时候,俄罗斯只是冷冷地放出了几张卫星云图坐标图片,分别是本次北约峰会主办地的会议中心。 以及美国五角大楼等支持乌克兰的决策中心。 虽然俄罗斯没有说什么,但是这就是俄罗斯最好的回答。 不管你谁加入北约,但只要胆敢。 挑衅俄罗斯的国家安全,都将会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。 其实北约这眼睛里可不仅仅盯着是俄罗斯,中国同样是北约虎视眈眈的目标。 而这次的北约峰会之上,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都是北约邀请的嘉宾。 可见北约这个冷战怪物已经把触角伸到了亚洲。 北约秘书长甚至赤裸裸地声称,因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,没有公然批评俄罗斯。 让北约很失望,北约已经做好了向亚洲国家伸出橄榄枝的准备。 而在这次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,除了痛批俄罗斯之外,中国也是七国领导人峰会上的核心议题,并公然对我国的台海问题指手画脚。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,俄罗斯发起的这场乌克兰战争和我们没有关系。 这场战争和我们恰恰息息相关。 面对北约国家的咄咄逼人,面对七国集团已经彻底撕掉的面具,我们也应该到了彻底放弃幻想的时候了。 我们其实都知道,这一期峰会是奔着中俄来的。 要知道D7理论上是经济峰会,西方都杀气腾腾。 北约峰会是军事峰会,更是来者不善。 但是北约峰会中,拜登碰到一个难题,就是必须搞定自称北约第二军事强国的土耳其。 当今地球村,土耳其能混到西渡的位置,主要是因为精明的阿尔多安纵横百合。 客观来说,拜登和阿尔多安关系不咋地。 2016年阿尔多安遭遇的那场未遂的军事政变,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。 当时拜登恰好是副总统,搞颜色革命都是他负责。 但是这次拜登必须要搞定阿尔多安。 北约要支持乌克兰,首先就要从政治上打击俄罗斯。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主要理由便是宣称,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威胁到自身安全。 随后俄罗斯旁边的芬兰和瑞典,直接申请加入北约。 尤其是芬兰和俄罗斯有一千多公里边境线,如果加入北约,对俄罗斯的威胁并不落于乌克兰。 如果俄罗斯也对芬兰和瑞典搞特别军事行动,那就要开PDR战场。 如果俄罗斯不管不问,那就说明担心威胁是借口。 当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时,遭遇到土耳其的强势阻拦。 因为按照游戏规则,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过认可。 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,跳出来当拦路户,表现得非常硬气。 拜登这次参加北约峰会的主要目的,就是让阿尔多安不要阻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。 如果连阿尔多安都搞不定,表示北约内部出了问题。 于是在6月28日,北约峰会开幕前的最后一刻,瑞典。 芬兰和土耳其宣布达成一项三方协议,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。 阿尔多安的总统办公室发声明,土耳其得到了想要的东西。 拜登很快在推特上贺席,祝贺芬兰,瑞典和土耳其签署三边备忘录。 这是北约邀请芬兰和瑞典的关键一步,这将加强我们的联盟,并增强我们的集体安全。 也是峰会开始的一个好方式。 土耳其得到了侠呢。 根据北约网站发布的文件内容,所谓未来的北约盟国,瑞典和芬兰将全力支持土耳其的反恐斗争,以最强烈的措辞明确谴责。 所有恐怖组织针对土耳其进行的袭击,两国将承认库尔德工人党违背禁止的恐怖组织,承诺阻止并调查库尔德工人党。 及相关组织及个人的任何筹资和招募活动,也不会支持居伦运动,以及库尔德民主联盟等,和其附属武装组织人民保护部队。 三国决定在各级政府前,建立统一对话合作机制,加强反恐合作。 瑞典和芬兰将根据土耳其提供的证据和情报等,迅速考虑和处理有关恐怖嫌疑人的驱逐或引渡请求。 这一长设联合机制将向其他国家开放,攻击加入。 内容传递出的关键点,瑞典和芬兰支持土耳其的反恐斗争,为此不惜把长期支持的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。 简而言之,瑞典和芬兰不再支持库尔德人。 了解中东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库尔德人是中东最悲催的民族之一。 库尔德人遭遇的苦难,不比任何民族少,但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。 如今的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、叙利亚、伊拉克和伊朗。 如果库尔德人建国,势必会引发中东新一轮大乱斗。 换句话说,如果有外部势力想搅乱中东,只需要打力支持库尔德人建国就行。 某种意义上来说,库尔德人是西方威慑中东的一张牌。 西方各国为了牵制土耳其,都会暗戳戳地支持库尔德人。 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土耳其同属北约成员国,不好意思公开支持库尔德人给土耳其捣乱。 瑞典和芬兰是欧盟成员,却不是北约成员,便公开支持库尔德工人党。 现在瑞典和芬兰为了加入北约,放弃支持库尔德工人党。 相当于西方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俄罗斯,暂时牺牲了库尔德人的利益。 当然这背后的推手还是拜登。 从这件事看出几点,土耳其这么晚,对俄罗斯其实有点不厚道。 前不久俄罗斯公布的友好国家中,土耳其赫然在立。 俄乌战争爆发,土耳其利用俄罗斯赚了不少钱。 俄罗斯的能源、钢铁、粮食通过土耳其进入西方,让土耳其赚了不少差价。 西方为了对付俄罗斯,已经到了不惜一切代价聚集力量的地步。 一旦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,那么西方对俄罗斯的新铁木便形成了。 对于西方这个布局,中国一定要有充分的针对性措施。 以便应付后普京时代,俄罗斯可能出现的动荡。